苍蓝爵,中长恒仙君的真身是一只可爱的鹿铃,那么东方青苍的真身是什么呢? 之前看到有人说他的真身是大树,也有人说他的真身就是现在本尊的样子, 其实剧中有三处细节已经暗示出了他的真身, 知道他的真身,才明白他为什么会喜欢上小兰花。 东方青苍作为月尊,跟水云天八戏生灵不一样, 因此仙族从原规给出的真身就能判断出小兰花不是仙族, 也不是月族。 东方青苍和长恒仙君其实都没有露出过原神, 但是他的坐骑是条黑龙,他总不见得真身比商榷更逊吧。 实际上他的真身还真没有很吓人。 小兰花是西山神女,她的能力是修复魂魄, 还能起死回生,令万物生长,尤其对花草等植物有效, 因为她的本体就是西山圣草,所以东方青苍也是草木系, 这个细节是在最初的时候,她在浩天塔内, 原神无意识攻击长恒之后,却在遇到小兰花的时候, 将她温柔拖入浩天塔内,西兰圣草的治愈力, 天生可以吸引所有草木类。 第二个细节就是小兰花喊东方青苍的昵称, 除了东方青苍和月尊大人,小兰花还喜欢喊她大木头, 如果不是知道东方青苍的真身, 小兰花怎么会给她起这种外号呢? 大强不是更朗朗上口吗? 这个细节其实就已经暗示了东方青苍真身应该是一棵大树,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,青苍也是指大树。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部剧, 是根据九哥里的世界构成改变的, 九哥中常见秋兰,兰桂等, 加上太一世界是水生万物,水生木,而火克木, 所以月族很难炼成夜火, 因此东方青苍的夜火才如此难得。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那棵七禽树, 对于小兰花来说, 它的本体其实是藏在自己的意识海中最安全的地方, 东方青苍也是, 七禽树其实也是它的本体, 只是遇到小兰花之前, 它更像是一棵发育不良, 被父亲拔苗柱长的大树, 直到遇见了小兰花, 七禽拳, 一树繁华过后, 它的夜火也更强了。 所以东方青苍的真身其实早已多次暗示过了, 你猜出来了吗?